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剛剛蔡天鳳那宗瑞斯案 就說已經是拉多了一名疑犯 到現在已經是6個人被捕了 跟著剛剛看完他們警方的直播 就說最新拘捕那一個人 原來就是蔡天鳳前夫的朋友來的 為何拉他呢?原來就是說他協助他的前夫去潛逃 就說收了幾十萬的費用 就打算是幫他經水路走路著草 而這一個疑犯就41歲 他就在一間租借遊艇公司做事 打算收幾十萬金額去幫他走路 而且警方是懷疑他對這單案件是知情 所以才會拉他 還有根據警方所講現在他們手上邊 是有不少的線索是需要整理的 但這單案件已經是上了法院了 他就不可以公佈太多的細節 還有另一點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在堆田區那裏有沒有發現到些什麼呢? 根據警方方面的公佈 他說現在在堆田區那裏找了好久了 仍然都是叫做一無所獲 暫時什麼都未找到 而其實在堆田區那裏找屍體的殘骸 是一件非常之艱難的工作來的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暫時來講這些就是今次的最新資訊 好了那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